就因为伏伏不是水神 没有神之心 就有小伙伴嫌弃他 且看似神对伏伏的评价吧 与自我签订下拯救国家的契约 并延守五百年 最终骗过了天理 我尊敬一切需要自我践行的正义 即便神性的部分已经消散 神作不复存在 但对于整个丰丹的历史来说 伏宁那依旧是值得被认可的正义之神 因由诗人所擅长的 多是弹奏与演唱 可一位戏剧表演者所需要具备的能力 还远远不止这些 下次风花节 把伏宁那请过来一起表演怎么样 你想让我聊聊他拯救风丹的事 有这样艺术才华的人 就算拯救了整个世界也毫不奇怪吧 雷电将军曾与我在意识世界中 进行数百年的决斗 以确定我的意志不曾动摇 而你所说的这位伏宁那 虽是人类之躯 但五百年间的表演 也无异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精神上的实战 我认可谓以真神经 人们常说 智慧并不取决于知道些什么 而是取决于可以改变些什么 毫无疑问 那个预言 早就刻写在了世界树中 明明好像一切都没改变一样 但又好像 什么都已经改变了 你我都知道 他是聪明的 可以扭转世界命运的人呀